生前信托很重要 不是只有长辈才需要做 只要名下有资产 且有子女 就应该要尽早规划生前信托 才不会因为突如其来的意外 造成遗产分配问题 今天美丽人生 邀请到男家知名律师 傅金金律师 为大家解惑关于信托的各种问题 信托基本上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我们所谓的生前信托呢 它是一个 有点类似合约一个文件 所以我们事先来安排好 我们以防万一有什么状况发生了 我们的资产 我们要怎么去处理 要安排 然后我们的这些其他的 就是有关自己的生活啦 跟如何要照顾你啦 谁委托谁去做这些事情呢 都是由信托来做这个规划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我们信托有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好像是一种信托基金 是否是开一个什么信托账号 可是信托本身呢 它只是一个安排 就是一个文件 我们所谓的生前信托 就是在生前我们做一个安排 万一人生当中发生了什么意外 或者是有什么状况 那谁 我们安排谁去处理 代替我们去处理一些事情呢 还有谁可以继承我们这些资产 那具体信托的功能上面 就是大概是有哪一些功能 比如说是我们年纪比较大的长辈 才需要赶快来做这个信托 还是说您建议可能 比如说三四十岁的朋友 其实就可以开始来做这个信托了 通常我会建议啦 就是说如果已经结婚了 有小孩 那我通常会建议 那时候就可以开始做这份信托 那或者是你资产 你名下有一栋房子 也很适合做信托 基本上就是说 只要你身边有想要照顾到的人 或者是你有一些资产 你想要就是安排的 都可以做 所以不一定说按照年龄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年纪现在还不大 可能还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可是如果你名下已经有一定的资产 或者是你有 就是已经当父母了 有小孩 那这些都适合来做信托 所以律师这边想请教 一般的上班族也可以做信托了 如果说他名下 只是可能一栋房子啊 或者是有一个小孩刚出生 这样子的情况下也会适合做信托吗 还是说可能您会建议说 在财富上面有需要有一定的基础的人 基本上法律呢 目前是规定如果说 你的资产额度超过18万4500 就适合做信托 这个定义呢 就是说你如果人有什么状况 有什么意外不在了 那你留下来的资产超过这个额度来讲的话 18万4500 那你有透过这份信托去安排 你的受益人呢 跟你的资产怎么去分配的话 就不用经过法院认证 所以认证来讲的话 现在就很麻烦 时间又很长 然后又花费的这个费用很高 这种信托是可更改可撤销的 所以就是每一段你的人生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那在这种变化当中 你还是可以修改你的信托的内容 比如说你现在只有一个小孩 那你将来又生了另外一个 或者是本来是未成年的孩子 现在都成年了 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家庭 你有孙子孙女 这种阶段你都可以随时来 更改你的信托 再加其他的受益人 或者是委托不同的人 来帮你做这些安排 那像这样子的信托呢 是比如说很多人可能会有好奇 他需要一次性把钱 可能说来做信托的这个手续费 给父亲吗 还是说他是每个月 我们按月来计算 或者是按年的部分来付款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误解 所以信托本身 他没有任何的所谓的什么每一年啦 或每一季的什么管理费 通常你就是设立信托之后 就是一次性的费用 那你在有生之年 是你自己来管理你自己的信托 所以没有什么管理费 那通常你安排的受益人跟受托人 也许是一个同一个人 比如说你已经成年的孩子 到时候他们自己来继承你的资产 然后自己来做这个受托人的这个工作 所以也没有说额外的什么费用需要支付的 所以成立可更改的生前信托 它只是一次性的成立的费用 目前如果说你的资产你没有做任何安排 你没有成立信托去指定你的受益人的话 而且你走的时候你的资产总额度超过18万4500块的话 那你的家人亲属就可能需要经过法院的一个流程 就是法院认证 那法院认证它是按照你的总资产额度计算这个费用 所以律师费跟法庭跟法官的费用加起来 一定是比成立信托的这种费用还更高 所以平均一个大概70万的总资产额度 比如说你在南加州有一个condo 那法院认证的费用大概就要4万块 所以你如果说什么都没做的话 你的亲属要经过这个程序 要等一到两年的时间 要付上这个费用 才可以继承你的资产 而且是按照法律的定义去继承 它是看就是跟你百年那个人的 直接亲属的关系来继承 那信托的话就可以避开整个这个过程 它凭着你的信托 凭着就是信托的内容就可以继承 所以你也可以决定说谁来继承 不一定是要留给子女或者是你的家人 你也可以捐掉 你也可以分给其他你的亲朋好友 就是按照你的意愿去设计 然后去定义你的资产的这个去向 如果说做好了信托 那是不是有下面还有一些什么动作要做的 不只是你把paper写好了 然后这个信托才真有用 对所以我们做好信托之后 要把资产要转进来 所以通常像房产的话 我们会做一个新的房地产的这个产权 帮你登记从你个人名下登记到信托名下 那如果说你有银行账号 有两个方法 第一就是把银行转成信托的账号 信托来持有 或者是你的个人的这些账号 你可以把信托加上去作为受益人 所以在银行本身指定好一个受益人 就是你的信托 那信托内容就可以指定你的子女 或者是受益人的这种程序 记得就是把所有的资产安排进来 不然的话你信托本身是空的 他没有任何的资产 所以信托成立好之后 要把资产转进来 如果说呢 父母的生前信托给了小孩 但是呢 小孩如果今天他离婚了 那这个财产的部分 有没有可能落到前夫 或者是前妻手里吗 那通常因为小孩是自己的嘛 所以通常都会替自己的小孩 给来蒙福利 希望说自己的小孩不要受到伤害 那这个部分要怎么样来避免呢 想问问律师 所以这个是其实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 所以父母在成立信托的时候 他的受益人大多数都是自己的孩子 那一个担忧呢 就是说万一他继承了我的财产之后 他离婚了 那会不会一半的财产就留给他的前妻前夫 在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话 遗产本身是属于个人的财产 所以万一他们打了离婚官司 可以倒回去的去看说这个资产的来源 是从父母留给自己的这个遗产 那遗产本身是属于个人的财产 除非呢 那当然就是说你继承之后你把它混合成共同财产 所以我们打个比方 如果说父母留给你一栋房子 那这栋房子呢 原先你是继承的时候就是登记在你个人名下 可是也许你这个过了之后又结婚 过了十年 那在这十年当中你用你们的共同账户里面的钱 去支付贷款啦 去支付这个地税啦 或者是帮你维修你的这个房子 那这些都是夫妻共有时间跟夫妻共有的资产去维护这栋房子 那也许在离婚官司打的时候 他会说 我花了一半就是这个钱是我的钱 然后你拿去维护你个人的这个财产 所以我可以跟你分一部分的这个房产 所以通常我们会教会小孩的话 就是说你必须就是最好是把它分隔出分隔比较清楚啊 如果你有这种担忧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设定在父母的生前信托里面的内容 就是有一些限制 如果说小孩要继承的话 那孩子呢 他要自己成立自己的一个个人的 就是独立的生前信托来继承 这样子尽量去把他跟配偶的资产分割比较清楚 不会混合成夫妻共有财产 那这边想再问一下律师哦 因为很多父母在设立这个信托的时候 如果说当下这个小孩未成年的话呢 那如果他们做这个信托 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或者是说呢 刚好这个情况发生了很不幸的 在他们过世之后 小孩还是未成年 那这种情况要怎么样来做 所以小孩未成年要考虑的就是 安排一个监护人 所以监护人呢 跟你的信托里面的所谓的管理人 也许是同一个人 或者是你也可以不同的人 所以监护人基本上是 万一父母两位都不在了 谁去照顾孩子 孩子跟谁住 谁来管这个孩子的生活起居 所以通常父母来讲的话 第一个要考虑 如果有未成年的话就是说 谁是监护人 那信托本身也会有一个 就是刚刚提到的 trustee是一个管理人 那这个管理人 他是管的财产的部分 所以如果小孩还未成年 你可以设定某个年龄 你可以说25岁才继承 或者是你可以拉更久 可是法律呢 成年是18 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设定年龄的限制 那小孩子到 只要他满18岁 你留下来的财产 这个管理人呢 就必须把财产分配 转到小孩名下 那如果未成年的话 这个管理人呢 会帮小孩管着 还是留在信托里面 这些资产 等到孩子到那个年龄 就是按照你指定的 这个分配的方法 所以这边再请教一下 律师一个问题 您刚刚提到说的是 小孩的这个监护人 管理人 在小孩未成年的时候 那如果是在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当小孩未成年的时候呢 这个管理人 或者是监护人 他可以去移动 或者是改变他信托的内容吗 内容不能改 可以说提早 帮孩子支付一些生活上的费用 比如说孩子还未满18岁 所以他没办法 法律上没办法允许他继承 可是孩子他要看医生 他有学费 要付房租 这些都可以按照 从信托本身去帮他支付 因为这是小孩本身需要的 一些基本的费用 可是真正内容来讲的话 这个管理人不能改 只能是设立人改 所以父母亲如果两位都不在的话 这种信托就会变成不能更改的信托 是那律师还没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可能这个父母 他过世的时候是比较突然 但是呢 他们有设立生前信托给小孩 没有错 那如果他在他的信托里面 没有写说小孩的这个监护人 还有就是这个管理人是谁 这样子的话怎么办 我之前有一个跟我小孩是朋友 然后他们他妈妈就是说 临时有一个身体上的一个状况 要去开刀 那那时候我们也是想说 就是先做好嘛 就是以防万一只是一个安心 开完刀我们再去决定这些细节 可是他就是在手术台就过世了 后来呢 因为他是有成立信托 可是其实细节没有写得很明确 因为他也是很临时的 小孩还是未成年 所以他安排的那个管理人呢 要申请法院 要透过法院的一个程序 我们叫guardianship 也是一种就是监护人的定义 他要真正让法官去 凭着就是信托的内容啦 跟他们跟家庭的关系 去申请一个partition 要求法官允许他是做小孩的监护人 这样子他才可以就是安排小孩的 住的地方啦 帮他申请转学啦 这方面的手续 那今天很谢谢我们的那个 Jennifer能够来节目里面 给我们做很多的解答 谢谢 谢谢